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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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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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在这样的队列当中会存在着一些数学问题 那么我们为了方便研究看看这样一个队列 这样的队列会需要多少人呢 每一个点子相当于一个人 好了 把你思考过后的答案 用你的选择体 选择器告诉我们 好了 开始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好 可以 应该可以差一位 哦 两个人请假 哦 两个人请假 好 没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选择情况 哇 全都打对 诶 那多少人 49人 那谁愿意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呢 好 你说 因为一排总共有七个 然后七七49 有四个七 有七个七 就七七49 诶 解释得非常清楚 你再说说 对 这个是你 你 你 哦 这就是你 我就是因为 红排有七个 然后十排也有七个 所以 然后 然后 红排他有七百 然后十排也有七百 然后又七十排 嗯 所以就是多少人 49人 非常厉害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六个小组 第一次回答问题 就全都能够答对 太棒了 那么 我把几分打 拿出来 好 看到了 那么 选择一个 你们喜欢的图案 爱汉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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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听到汉堡声音比较大 那我就 汉堡 好 好 全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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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太棒了 人们 好 那么 有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样的队列的时候 咦 我们想排一个像这样 每行都是七个人 每列都是七个人 我们管这样的队列呢 叫做什么样的队列 像一个什么形状 正方形 对了 我们管这样的这个队列呢 叫做 正方形 正方形 对了 我们管它叫方阵 这样是不是比较简便 好听 好记 好 那像这样的方阵 如果 咱们班同学想围这样一个方阵 嗯 赵老师想设计一下 这样的这个方阵呢 我想它会漂亮一些 比如 我想让最外圈的人 穿上红色的衣服 诶 那 我需要准备多少件衣服啊 那我先知道 要知道什么 我要知道什么 外圈的有几个 你来说 我们要先知道外圈的人 哦 你太棒了 我们要先知道外圈有 几个人 非常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外圈会有多少人呢 好 那么 请你思考之后 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选出来 来 自己选择自己的 好 开始 没看完 啊 没看完 没看完是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来 我们看一下同学们的选项 好 看看同学们 结果是什么 谁来帮我们读路 你来说 我 选择第一个选项的有 你来说 第一个选项有15个人 然后第二个选项有一个人 然后第三个选项没有 然后第四个选项有11个人 有11个人 好 那看来大家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 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 对吗 那好 现在 请你打开你的这张纸的正面 上面有一个 跟老师背板上一样的图形 那么 现在 你可以 按照老师的要求 自己来动手做一做 看看老师的要求是什么 来 先抬头 一 请你 列算式解答 在点子图上圈一圈画一画 展示出你的思路 二 在组内交流 使组内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你的思路 那张老师的检验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是随机挑人 那么 看看你能不能解读其他人的思路 如果思路完整 你将会为你的小组加分 听明白老师的要求了吗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活动时间为六分钟 现在开始 先自己 先自己动手 然后再小组讨论 好 来 完成 来 词 然后再来 也就按照 圈一圈 那边 你们有一个人也是 那些 圈一圈 那个 那些小组 来 fix 好吧 那些 这些 你 反正 现在 这个 第一个故事后 大概一样 比较好的 这么好 飞行 到一大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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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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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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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